嗨,你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比较句的否定形式 为什么要学习它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昨天三十度,今天三十三度 那三十度和三十三度都很热 我们可以说,今天比昨天热 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热的反义词是冷 我们可不可以说,昨天比今天冷 在这个例子里,不可以 因为昨天和今天都很热 所以我们不能说,昨天比今天冷 我们要说,昨天没有今天热 昨天没有今天热 这就是比较句的否定形式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 昨天零下十五度,今天零下十八度 所以,昨天和今天都很冷 我们可以说,今天比昨天冷 今天比昨天冷 但是我们不能说,昨天比今天热 在这个句子里,不可以 我们要说,昨天没有今天冷 昨天没有今天冷 好了,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